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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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b 我是Hebe 歡迎來到聚責居 今天我們講的主題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我們今天講的內容的話 你可以講是沒有帶入身心靈 高我這個詞可以說是 身心靈界出現得最高頻的一個詞 那高我究竟是什麼呢 高我就是一個方向 高我就是我們自己的神聖的一部分 裡面包括我們的大愛 我們的支持 我們無條件對人的愛 我們的風性 我們是喜悅 都屬於高我 那小我又是什麼呢 小我就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 人性的一部分包括什麼 我們的貪淋 我們的執著 我們的自私 我們的恐懼 這些負能量都算是小我 是的 那為什麼我們經常要強調連結高我呢 就是因為我們跟高我連結的時候 我們是由外出發 沒有恐懼 我們的心態是非常喜悅 滿足 無論遇上順境還是逆境 都可以很正面積極地面對生活 而很多天才的藝術家 畫家 音樂家 他們在創作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都是連結著高我 嗯 指導力就是我們靈魂上面的老師 你可能摸不到 但是如果你提升了你的頻率 或者你更加連結高我方向這一條路 其實你就會很容易感受到指導靈的存在 指導靈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它會給你一些功課課題 令到你的靈魂更加成長 那就是說 高我和小我 是我們自己靈魂的兩個方向 是的 指導靈是高於我自己的靈魂的另一個高靈的導師 是的 就不屬於自己的 指導靈會給一些課題 或者一些障礙 或者鼓勵都會有的 那如果我們選擇跟著高我方向 我們去面對我們的課題 可能一些障礙 那我們得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靈魂進步 或者我們靈魂層面 或者意識上學習到一些東西 那我們可以用高我方向去面對我們的人生 那我們有些什麼方向 我們要積極樂觀 補著一個正銀量 補著一個大愛 大家一起共贏的一個態度 去面對一些事 那我們就走著高我方向 那我們就可以處理到這個問題 或者我們靈魂層次上 我們可以得意提升 學到東西 是的 那當然你都可以選擇 用小我的態度去面對你的人生功課 去面對指導靈帶給你的這些挑戰 那會有什麼效果呢 當你不斷用逃避 恐懼 甚至憤怒 沮喪 這些態度去面對你的功課 這個功課不會不見的 因為它是指導靈派給你的功課 它只會重覆 重覆地在你的生命中出現 即是你考試考得不好 你就重覆又重覆 是的 就好像借貴你 越滾越大 九出十三貴 所以很多個案都會跟我們說 為什麼我的生活中生命中 一直會有重覆發生的事件 還要一次大禍過一次 即是因為我們逃避 我們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去面對我們應該要學習 學識的問題 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新心靈第一個要求就是 我們要連結高我 嗯 我見你在課堂上 和你的學生找守護靈 找得很開心 是的 那守護靈是什麼 守護靈其實是和我們的 可以牽連著的 靈魂伴侶或者靈魂兄弟或者靈魂 buddy 嗯 即是我們很夥伴 是的 其實靈魂這個buddy 我們這個夥伴 其實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 是一樣的 去派來給我們去共同學習 和面對我們的共同問題 即是如果我害羞 我的守護靈也會害羞 是啊 如果我很醜醜 我的守護靈也會很醜 是啊 守護靈是會反映你的性格出來的 或者你學習的東西 它都會反映出來 你看到它 你就可以知道 你自己有什麼問題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或者很多人 看自己 看不到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但是看別人就會看到 當你看到守護靈的問題 就是等於你自己的問題 嗯 那守護靈是否有很多種類 守護靈 守護靈有很多的 髮相 或者是它衍生出來的樣子 有很多很多的 有人是龍 馬 河馬 或者鱷魚 也有的 即是它不知道的 你想像不出來 它就是這個樣子 哦 即是不是我想它是怎樣 它就怎樣 它有自己的樣子 是啊 它有自己的模樣 不是你變出來的 不是你幻想它出來的 它一向就是這樣 為什麼在我的課堂裡 會玩得這麼開心 就是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情況 性格又不同 或者它的行為又不同 我記得有個同學 他的守護靈是鱷魚 嗯 那鱷魚是怎樣的呢 鱷魚是 很兇的嘛 鱷魚是 很兇的嘛 然後呢 趴在地上走 這條鱷魚是完全不是的 它站著腳 坐在沙灘椅上 咬著雪茄 帶著對黑超 很可愛 很串 串串的 跟那個同學的性格 一模一樣 又是這麼串的 都是不能輸的 就是很可愛的 還有我還見過有個同學 他經常說 我不知道我的守護靈是什麼 但我看到的 他這樣跟我說 我都看到 師傅是什麼 他就說 我不知道 他穿著太空衣 即是他的守護靈 也穿著一套太空衣 是的 他就說 我也看到太空衣 但我不知道是是什麼 然後我在面罩 看到 原來是一隻蜥蜴 他也從事人 假裝太空衣 剛才是九月球 這麼危險 很有趣 他的性格 就是修修晚埋 接著 就不是真正表露自己 即是他倆一套 也不是藝妝 他也不是藝妝 他只是裝扮同修 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AAHOROOL 他是很開心 有些到處飛,有些到處飛,有些到處飛 一個人聽完別人的分享後,他有點尷尬 因為他就說我的守護靈就是一隻雞 白色,有點肥肥的 我都看到,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守護靈沒有分是甚麼動物 是不是人人都有守護靈的? 是,有些人還不像一個 你有多少個守護靈? 二十幾個 嘩,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看到呢? 如果你是有一個開放的態度 以及你的靈魂層次比較高 或者你願意連結你的膏膜 那你保持開放的態度 我就有辦法跟你一起連結你的守護靈 那有沒有一些人很想看,但怎樣也看不到? 你暫時看不到不要緊 在我的課程中,我會教你怎樣尋找你的守護靈 以及連結你的守護靈 怎樣跟你的守護靈 我都看著他來笑 為甚麼呢? 他守護靈在你背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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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背部背部背部 然後他才在意背部 他只看不到一隻眼在他的面前 那當然阿Dep看到他的守護靈是一隻飛馬 但他自己看不到 有一次他跟另一位同學一起練習的時候 那位同學就跟他分享 就問他,這個守護靈是不是很八卦? 原來這個同學看到他的守護靈是用一隻眼 就是這樣背著別的,他就能看到他的眼 對,這樣超級八卦 而且這個守護靈是完全顯化了 主人的性格 八卦 跳脾氣 喜歡玩 所以我們跟守護靈一齊就好像對著一塊鏡 可以看到自己可以覺察到自己的性格 或者是自己平時看不到自己的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齊連結我們的高我 守護靈指導靈一齊行這個新心靈的愉快旅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